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会活就会活 会活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紧张肯定还是有点紧张的嘛 因为我看过好多个版本 就是说现在上映的就是他对于人性的这种讨论 还有就是对于表达这种感情的这种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充实的 对 我觉得流浪猫还是挺挺挺 简切和实际的吧 因为孟超就是一个有警觉细腻 然后呢就是有那种猛劲的那种人 对 还是对自己好点吧 听到没有 老子不相关你了 你爬 其实也不是很凶 因为他那种嘛我觉得还是 还是 就是有他自己的那种 语气他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凶那种吧 我觉得 但是我们用温柔的语气来说 一句重庆 大家可能看了这个电影都觉得重庆化很 听上去比较野蛮的 重庆化比较野蛮 重庆化多好听啊 重庆化都是 八十 很温柔啊 诶能不能重庆一下那句 额 我那段时间确实挺能打的 感觉就是憋了好久的劲儿吧 感觉就是憋了好久的劲儿吧 正经没有就是逃过去出院街 就是不普通的 那我肯定是不会排斥的嘛 所以有机会的话也也也想尝试一下 重庆在电影里面的时候 微轻的时候可以看到被断的时候 就是自然流露吧 我觉得挺那个挺像那种 没有去过的那种人 喝醉了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在那摇啊 那作为游泳台 你那个黄泳台 人家他最喜欢吃的 挺好的 我反正是睡不来的 睡不来的 那就是你说在七年里酒量就这样吃的 嗯 那西外也有那么多 我 我其实不太能喝酒 因为酒精过敏 为什么喝两瓶呢 因为我自己就是喝两瓶就快醉了 所以只能喝这么一点 就是拍完《断桥》后你有个餐厅吗 嗯 破遗症已经消散了 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《断桥》的那种剧组 带给我的一些经验啊 还有一些就是电影上面的一些东西吧 那你觉得拍完就可以了 可以忍受很多片的事吗 那不会了 所以拍完就是第一电视前是洗澡洗澡 拍完就是洗澡 因为最后一天就是那个全是洗澡嘛 就是跟范文元老师那一场 那你说《断桥》的人说是四名字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对你来说 是有意义吗 我觉得是碰到了一群非常热爱电影 非常愿意把自己献身给电影的这些工作人员 还有这些非常优秀的就是演员老师们 我觉得学到了很多 然后呢 也在这个电影里 就是让自己真的去 为了角色去沉静一把 嗯 我会选择那个 把孟超的那个 家里的那个 那个硬板床带走的 偶尔睡一睡还挺舒服的 那当然不愿意这样 那都是我那都是正经的 那并不是真的搞笑 那我并不搞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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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童年 我一岁的时候 从羊带上掉下去 十二岁在中间 那我并不搞笑 片场就是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嘛 要不就是在养精蓄锐 所以话少是正常 那你觉得自己是个内向的人 真的是个内向的人 呃 如果有一个角色 是我们就来 等次出了一个 那应该就是一个 比较神秘的人吧 嗯 这是说一个特别的方式 嗯 特别的方式 嗯 答案之数打版本 打版 等一点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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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